今天我们来吃宝藏串店 还是吃兰州串 真的不一样 而且还真的挺好吃的 这就是他们家招牌 清真GoodFriends兰州品S串R吧 下面就是他们家店名联手 还有一个叫瓦道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瓦道 瓦道的意思就是干杯 你说了瓦道的就必须全喝了 好多兰州人都非常认可 来这排队然后吃 非常的正宗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品尝一下这家兰州串 味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Let's go 这最后一句话 挺难的 得亏我聪明 老贝家道号 我扫他这手写的 简单说两句 我们俩也进去了 最有意思就是他们家这门 用的是家用防盗门 特别的反差 透过那个小门口来看 里边人真挺多 有一种射孔的感觉 尤其是中间那一长溜的大桌子 Let's go 刚进来有点脱飞不好意思 尤其是住宅里多的是不是 尤其是住宅里多的 有点像那个哈里坡座分学院的时候的 哦 对 马林芬多 马林芬多是哪 马林芬多不是那个蛇那个吧 那是斯莱特里 斯莱特里 马林芬多是国类芬多 国类芬多 学校的什么 我都不沾边 我先说一下 它这个肉串肉筋按把算的 这个肉串肉筋就是50元一把 电厂推荐吗 这属于是吧 酸辣小肚 这也这个 想吃什么来着 金城五面片子 金城面片子 4个菜花 4个苹果4个豆瓶 行我们点完了啊 先点这么多 一会见了 这性别水怎么跟药似的 是吧 吹泡是那个那东西啊 大型的那个什么来着 那个 就是巨蜀的那个 火箱蒸气 对 大型火箱蒸气 那种感觉 就这样吧 这不是有一圆吗 肯定是同这 这料我这也没够啊 有点像那个化煤泡水那种感觉 特别解晕那种感觉 还是火箱蒸气 晕车中暑必来 那烤串呢 小串那烤串 它那个手法感觉挺酸啊 一直在转 特别咸手 这个是不是 油冻皮吧 你看看你说那什么 洋芋片没有了 然后他推荐咱们吃油冻皮 他说这个口感跟那个口感差不多 这能差一样吗 洋芋片后边脸这个 油冻皮没有 这就是豆瓶 然后上面打点辣子 辣子要香这个好吃 闻尝尝啊 香辣香辣 好吃吗 挺好吃 来点醋 我觉得来醋应该好吃啊 加点醋不好吃 加点醋不好吃 哦 哦 这是肉筋肉串 肉串的 50块钱20串 那就是2块5一串 它这签子是真细啊 这市面上都不好买这个 签子 看它自然自然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细的那种 这兰州的串跟别的就是串不一样在哪啊 它不是撒了自然辣椒 它是刷酱 你看 仔细看 上面有酱 而且我查说这个 这个兰州的串比别的串口重 查查这串 对 味道确实跟传统的量是什么不一样 有一种烤鸡甲刷的那样 对 是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吃吃 一脸都吃得就是鸡甲上的肉 给剔下来了 对 口感也像 这口确实比咱们日常吃点重 它们这个味儿裏全是鸡甲上的口味子6 我觉得这跟手法有关系 手法铺了串跟冲浪似的那种感觉 是吧 我得留一串 一会我要拌炒片 你多留一下 别留 一会儿能点 你可能点 是吧 那个手法就特别的熟烈 对 它一直在滚那个串 然后它瘦肉的比较均匀 50块钱的肉筋 20个肉筋 我查资料说 这个肉筋比肉串还要 而且看着这个比肉串还丰满一点 你看这肉串 特别细 它宽 肉筋特别粗 不痒不痒 不痒不痒 你都尝了 你说开饭了吗 没说 谢谢 开饭了 肉筋 肉筋比这肉串外耳更重 稍微老一点 好 这是筋 比它更像牛肉干是吧 对 我们有点风干的 稍微酷干 好吃 尝尝了 这肉筋就是嚼尽口也吞一样 嚼嚼就懒得嚼了 鸡皮看着呢 炸锅 都缩过来 就脱水的那种感觉 就看着挺脆的 尝尝 这鸡皮好吃 锅巴的一包 对 不是锅巴 太阳锅巴的 蟹巴 看着眼不像蟹巴 看着肚泡 是吧 这是炸锅的 这是炸锅的 这个料跟刚才那鸡是一样的 也是锅巴是吧 也是锅巴 酸辣小肚 这个说是这家店的招牌 说酒店以后来都点不上 这也是大不够 这也大不够 这不错 什么感觉 就涮完 涮完堵之后 蘸的酱那种感觉 你吃一串 想吃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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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系列都会给你们不一样的 那种清理的感觉 这鸡翅吃一下什么 像那个锅炸的 空气炸锅 空气炸锅 对对对 这环境我还挺喜欢的 那是不 丹田发生的这种感觉 菜花应该也是炸过的 哦 这菜花多像的那个 武汉那个 那也是炸过吗 那也是炸过吗 哇 酥脆啊 它凉着有一口那个油味 你看拍线似的 还是肉好吃 这次饭吃的我 大汗淋淋 我主要我哪个底来吃汗 你知道吗 咱们吃的差不多了 然后这这为咱们吃的真干净 最好以防 这手 这只手手挺难的 这只手手我红上去 这得掰着点 啊 这得掰着点 你看 这这这这这手 有联动 是吧 吃完了 点评一下 总体说一下 它这个来自兰州的 串 手把串 是那种手把串啊 这么小的细签子 这么细 一把 五十 二十串 刷鸡酱 刷鸡酱 刷鸡价的酱 刷在羊肉串上 那种感觉 真的非常的不错 确实挺适合那种口重的人群 和那种想喝啤酒的人群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宾着呢 因为我看他这个酒也不太多 一共就两箱 不够喝 所以呢 那个我们就用科学打分法 给他打了一个4.35分 这回我们人均吃了99块钱 98块7块差不多 差不多那意思吧 这个店就是和那种朋友之间聚会啊 就是 不讲究什么排场啊 就是好吃 然后 又热闹 能用大叔说话 大叔 你听 哈哈哈哈的 就非常的开心 一会儿吃非常的开心 行 喝美了 越说越来越来劲 行啊 今儿就是这种招 下回给大家吃别的 再见 期待 paz 晚安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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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